哈喽大家好 今天要带大家一起去的是大阪清水寺 清水寺是在西元778年所建造的 要上去清水寺之前 必须要先进过一条怀旧的老街 也就是商店街 那么进到这个老街 首先便要认识周围的环境 你会看到指标上写着清水寺 二年寺还有三年寺 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都是石板路和阶梯 因为寺这个字呢 在当地就是斜坡的意思 而刚刚所说到的清水寺 二年寺三年寺 这也就是在这里主要三条街道的所有名称咯 当然在这里非常好逛 尤其是如果你很爱买个和风小物啦 杂货啦 你大约要花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在这里停留 才能逛得完哦 不过呢也还好有这些商店存在 边走边逛边吃 慢慢地走上去 也就不觉得走到清水寺有那么的累了 因为真的有一点像台湾的九份老街 那样一个山城的概念 你要逐步地一个阶梯一个阶梯 或者是斜坡地慢慢往上走 一路上也会看到许多年轻的女孩子 她们会去租和服 然后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拿个小包包 拿个小扇子 走在这个老街上 边走边拍照 那种感觉其实也很有趣的 只是呢 在这边建议大家要租和服之前 可以上网Google一下 预约时间可能比较妥当哦 另外刚刚有说到主要的街道有三条 但是如果严格来说 事实上可以分成五条 也就是一年版 二年版 三年版 清水版 还有八版通 而大部分的观光客呢 都是集中在清水版 还有二年版这边 所以这一带呢 显得就比较拥挤 相较之下呢 一年版那边就显得宁静许多 而且那边呢 有人力车可以出租 带着你游历五重塔 还有剑人寺一带哦 接着补充说明的是 三年版 进于大同三年 也就是西元808年 因而被称为三年版 而三年版呢 又因为日文发音非常类似产宁 因此也有人叫做产宁版 这是由于古代日本的孕妇 要到清水寺的紫安塔内 祈求产子顺利的道路 这个地方的是街陡峭 所以又有如果在这里跌倒 三年内会死去 或者是会折寿三年 又或者女子会 孤老终身的传说 所以大部分的人在这里走路呢 都会非常的小心翼翼 而另外又有一种传说 谣传 如果在这里坡道不小心跌倒 三年内会有大难临头 所以称为三年版 如此一来走在这个三年版上 就多了那么一点点压力 还好我走的过程当中 都一路顺利 没有任何的卡到或者是跌倒 真是太好了 另外补充说明的是 如果在日本街道的名称 凡是有板这个字 就是指这个地方是条坡道 由于三年版沿路两旁的建筑景观 非常的经典 所以它与二年版一同被列为 重要传统建造物群保存区 这个地方是行人徒步区 车辆一律不准通行哦 接着画面当中即将要出现的 就是全球唯一一间 拥有榻榻米的星巴克 就是这一间 小小的黑色招牌 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 你无法发现它就是星巴克 因为它并没有星巴克一般的 绿色的标准色 可能由于它的名气太大了吧 所以里面有清楚地标示着 禁止录影 因此也就没有再继续往里面走咯 走到这里已经快要接近清水寺咯 由于我们来的时间点是在2019年的7月初 所以呢清水寺内部还在整修 它预计呢 要到2020年3月才会正式完工 很多人以为在整修期间清水寺就全面封闭 其实不是的 他们还是有规划出其他的动线 让观光客来造访 所以目前清水舞台仍然是被鹰架包围 画面不如以往漂亮 针对这一点实在有点可惜 只能说改天有机会 尤其是在2020年3月 整个修复的工作完工之后再来造访 另外呢清水寺开放时间是早上的6点到晚上的6点 但是春天夏天还有秋天夜间特别参拜的时候则会延长 什么是夜间参拜呢 也就是原本到下午6点截止的时间呢 会延长到晚上的9点哦 只不过呢 它每年开放夜间参拜的时间点都不一样 以2019年来说 清水寺总共有4次开放到夜晚 所以建议大家出发前一定要上网 多留意一次 以免想要来这边夜间参拜却又错过了最佳时机呢 参访清水寺门票全票为300日元 但是如果是夜间参拜的话 全票则是400日元 然后清水寺里面呢主要是供奉牵手观音 另外它在1994年 以身为古都京都的文化材质一部分 名列至世界文化遗产当中 也难怪观光客如此络绎不绝 照片后方大家就可以看到 被银架包起来整修的范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说这个人形白色小纸张呢 好像是如果你犯了小人 或者是刚好有人跟你不是有善缘的话 你就可以写下来 然后呢放入200日元 200日元呢 应该就是香油钱的概念 不过如果真的有此需求的人 到了这里再亲自来一探究竟吧 而在这里听到的背景声音呢 就是摇铃祈福的声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后方有一群人大排长龙 他们正在排什么呢 待会分晓 先来说说这一区 这一区是店家提供观光客坐下来喝茶 吃挫冰的地方 这一区呢有一点像我们台湾的财神爷 所以大家都在对着财神祈求 希望自己能够发大财 这也就是我刚刚说要揭晓的大排长龙的人潮 他们到底是在做什么咯 按照他们规划的动线 绕了一整圈的清水寺之后 现在逐步的往下走 在这里看到一个托波画园的和尚 这位和尚接受了民众给他的布施之后 还会对民众念经祈福呢 而这一群呢 是出来校外教学的日本中学生 离开了清水寺又绕回到二年版三年版这边咯 刚刚没有逛尽兴的 现在可以再好好逛一圈了 这边发现了和服租借 包括妆法才2980 还蛮便宜的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梦 就可以了 recipes 嗯 水 左前方又发现星巴克了 这次经过换一个不同的角度拍一下 这里可以看到简单的架木表 还有另外一个出入口 特别的是星巴克的招牌 在这里用的是原木的颜色 而不是星巴克惯有的绿色 要不要进去喝 回程的时候碰到丁丁岭队一家刚好从吉普利走出来 看来大家都逛得很开心 在这边就告一个段落咯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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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